大家好,现在为大家来一场全防202的对决解说,再一起去罚莲安娜,霸神,哎呀,莲安娜率先就是一个大招,再来一个V的大招,两次大招啊,霸神是快挂了,伤害极高,特别恐怖啊,这个莲安娜,哎呀,但是霸神的伤害怎么是这么小啊,好,直接葡萄花点起来,崩一下,好,再次偷下盘,再点葡萄花,哎,霸神又是特别的猛啊, 直接一套带走,17年,非常猛烈,霸安娜也没有坚持住,好,现在是金家帆,我们来看精彩内决,哎,哎,霸神依然是选择机会脱下盘啊,脱下盘,哎呀,金家帆直接一脚把霸神剔死,两个,两位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物啊, 现在我们看两位金家帆,哎,2P依然是特别的强劲,我去VP是也许当人不让,现在直接打起来,哎,直接头上踩, 现在我们看到两位都是高手级别的,都是非常猛的打起来,哎,这家帆直接又去把他干倒, VP还是更强,强一点,果然大招接起来,直接带走,非常漂亮,哎,现在我们来看猴子,金家帆对战猴子会有一番别样的效果, 哎,直接撑一下,哎呀,好几次再次提出了这个大招,直接找到好的机会,直接发出大招,30连,哦,金家帆的大招被废,直接又被投出一个大招, 好打动,特别犀利,现在继续下一局,第五局了啊,两位猴子都别, 2P猴子一人是当人不让,攻击非常之猛,哦,直接被掏, 了,